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囉瑟迪的Luna 那今天是2020年的7月11號 然後今天呢就是也是我們講座的日子 那我們就是其實 就讓我工商服務一下 像我們的講座啊 平常就是會由我這邊來主講嘛 然後有時候也會穿插一下我們的同事 或者我們的救生 或愛生都可以啦 然後呢我們講座的話通常就是 其實我們因為我們專辦專家大嘛 所以其實像很多同學 他可能已經網路上看過很多資訊 可是他其實沒有一個系統性的統整或者分享 然後讓你呢就是從一些概況啊 或者說最近就業的情形 或者薪資啊這種這方面的 或者住宿的資訊 或者一些課程他的學制的 就是譬如說最常見的就是那種 加拿大學制台灣承不承認啊這種問題 我們都會直接在講座上面 直接跟你做一個大方向的說明 這樣子對你而言會比較清楚 所以呢就是如果說你錯過了今天的講座 也可以報名我們8月份的講座 那我們講座的話其實都是有限額的 因為最近也是因為防疫嘛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像以前就是做到忙為止 那所以就是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如果說你有興趣聽我們的講座的話 也歡迎直接在我們網路上報名喔 那我們連結會附在說明的地方 好那我們來開始今天的簡報吧 那我們今天呢一樣也會有加拿大的疫情速報 然後再來的話是會有一些加拿大當地各地的新聞 然後跟加拿大跟美國的升學或入境的分享 跟還有入學的部分就是會有入境啊 跟九月授課的一些模式的說明 因為上禮拜其實蠻多同學有回想的 但是就是有些部分的話呢 可能家長還不是很明白 所以我們這邊還會再多做一點說明 那再來的話是加拿大安省的高中 會有2021年的一些新規定 那安省的話是包含像多倫多啊 或者沃太華啊 那附近的一些區域都會有做一些說明 那再來的話就是加拿大簽證審理時間的更新 好 那加拿大的疫情的部分呢 我們缺診人數的話呢 目前的話總共人數是十萬七千多人 那主要的話呢是安省還是魁省是占大多數 其實是之前新增的太多 不是現在新增的很多 就是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卑斯省的話就是還是一樣3%左右 然後亞伯達省就是卡加利的那個省 大概是8% 那其他的話大概占3% 那新增人數的部分的話呢 卑斯省的話呢大概新增20人 然後亞伯達省是77人 那再來的話魁省是100人 那安省的話就是116人 那以這個數字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他們數字有逐漸的穩定下來 那這部分的話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像我們台灣啊就會想說 自由誠懇會生命價更高 可是在國外可能大家並不是這麼想 像最近就是美國就有那種 就是他們集體或者多倫多那邊有人集體抗議說 就是自由可能比較重要大於生命吧 我不確定他們該怎麼定義 但是就是有這樣子的現象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那加拿大各地新聞部分 最近有公布的一個訊息是說 加拿大的第二季的話 他的失業率會有大概11%左右 那如果說疫情有好轉的話呢 有可能就會降至到8%左右 另外一個消息是 是Service Canada加拿大服務中心 也就是類似台灣的勞工局的單位 他即將就會有一部分就會開放 那他開放有什麼好處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辦SIM卡 那SIM number的話呢 有的話你才可以就是真正的合法就業找雇主 這邊也順便提醒一下 像很多同學以為說我有公簽了 我就可以直接去工作 其實並不是這樣 是你有公簽了 或者說你的學簽是可以包含打工時數 一週二十小時的 你可以拿著你的簽證呢 去Service Canada 然後還有你的護照相關的證明文件 那去到那邊之後呢 你可以去申請一組SIM number 那SIM number有了之後 你的雇主才可以依照那個SIM number 幫你報說你的工作時數啊那些 就簡單說你就是有這一組號碼 才可以報稅 那這個資料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在還沒有錄取之前 你不要把你的SIM number給人家 這個算是蠻重要的個資喔 像是Service Canada 現在還沒有開放的部分啊 像很多同學就會採取線上或郵寄的方式 那這部分我們網站也有一個相對應的說明 就是可以給大家看 那一樣就是也會附上連結在底下 給大家自由去點閱 那再來的話呢 是那加拿大的聯邦移民快速通道啊 已經有恢復所有的項目來抽籤了 然後目前最低分的話是478分 那安省的話呢 他也有延長緊急令到7月22 因為疫情就是雖然有控制下來 但並沒有真的完全好嘛 所以他們有延長 那再來的話呢 是外出還是需要戴口罩喔 然後約克區啊 是有執行到11月底 AS省 就是溫哥華的 或韋多利亞這個省份 那他是7月20的時候 ICBC會開放可以入考 對 然後ICBC就是類似那種 就是考照監禮站的一些服務的單位 對就是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再來是美國升學跟入境的部分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們是專辦加拿大嘛 可是我們還是要看一下我們的好鄰居 美國的情形 那 美國那邊的話呢 就是他們的政府單位有發布一個 就是命令是說 就是針對全網 就是網路授課的同學呢 的留學生呢 你必須要離開美國 然後這個其實 就是我個人是覺得有一點奇怪啦 然後 然後至於呢 你還沒有入境美國 當然就理所當然變成你也不可能進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算你有合法的學生簽證也是一樣的喔 然後這一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其實蠻多學術單位覺得 就是學校啦 他們也覺得蠻不合理的 所以像哈佛跟那個麻省理工學院MIT呢 他們都有聯手就是一起要要求訴訟說 希望法庭能夠停職ICE的這個 針對線上課程的同學必須離境的一個規定 因為他們也覺得是蠻不合理的 當然這部分的話 就是有包含他們的聯邦政府啊 跟學校單位啊 他們正在就是積極的討論中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只是為了給大家參考說 大家針對疫情啊 其實有蠻多就是爭議的部分 或者說他們正在協調該怎麼做 那就是也讓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台灣其實就是目前情況都蠻好的 所以其實情形會有所不同 安省的高中 那安省的高中的話呢 最近他有頒布就是說 2021的時候會有一項新規定 就是其實安省的高中 常常會讓大家覺得有點疑惑的地方是 他的就是一個科目的可能同時分應用跟學術 那應用跟學術他這樣分啊 其實大家會有點不太知道說 到底到底差異是什麼 然後好像也有點不公平的感覺 所以他們呢 在明年的9月開始呢 會逐步的把這一項部分就是結束掉 這個的話呢 就是補充一提 就是加拿大是聯邦制嘛 那所以呢 他就是聯邦有聯邦的規範 那在底下呢 有每一省每一省的規範 所以呢 安省有安省規定 那魁省有魁省規定 BC省跟AB省他們也有各自的規定 所以像我最近就在幫同學處理一個 就是他可能想要有安省的學分 然後轉去亞伯達省 然後念當地的SET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還是有一個學分認定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會幫忙處理一個學分認定的部分 我這邊有特別提的是BC省有轉學的制度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因為有些同學啊 他就是高中考完之後發現說 我的分數好像就是 其實我在班上排名很好 可是呢 可是我的整體分數就是七十幾八十 可是我的實力可能就是 並沒有就是輸人家太多 所以像有些同學他沒有辦法直接大一 就進入他很理想的大學 像是UBC啊或者維多利亞大學啊 所以他就會採取一個就是BC Transfer 就是他是一個BC省的一個共同承認的轉學制度 就是簡單說呢 你就是進入一個學院 然後或者就是有接受BC Transfer的 副學士的裡面就讀呢 大一大二 然後如果你在大一大二的分數夠好的話 你是可以轉進UBC啊之類的 或者其實其他省份也有部分大學接受這個制度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還是一樣可以到最後是UBC啊或者第一名的一些 你理想的學府畢業 那這樣子你同時就是會有一個 學士跟副學士的一個證明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講一下就學的一個補充說明 因為很多人會有點疑惑說什麼是線上啊 或者什麼是那種混合型或複合型的授課 那我這邊簡單說明一下 線上的話呢 因為像現在有一些學校 他們就會討論一下說 我這個課如果是屬於理論課的部分比較重 不需要去進實驗室的話 那我可能就會改踩線上 那線上的話呢 就是我們在開始的學期之初 老師會跟學生說明說 我們接下來的課程該如何運作 像它就可能會分成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這個只是舉一個學校的其中一個科系做說明 它會分成影片作業自學跟老師的一個面對面 就是一對一的一個Webinar之類的 然後或者說有一個小組的Webinar 所以它就是同時呢 會有一個集體就是可能小班制的可能 十五啊十人之類的討論 然後呢 再來一部分是可能會有一段影片可以讓你看 然後它會佐以就是像有作業啊 或者一些專案報告需要做 對 所以呢 這個部分的話它的評分上課方式就會變得比較多元 那一樣它的出席率還是很重要 不要就是因為有同學想說線上 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 嗯不要出席也沒關係 不他們還是會看出席率 然後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複合型的授課 它就是結合線上跟實體 所以呢 像有一些打工有學的學校已經有開放了嘛 那它的方式就是結合那個就是像複合型的 它就是變成說呢 它平常是線上 可是一週可能有兩三天是實體 因為他們實體課現在有一個規定是說 一般就是一個空間裡面呢 你可能最多只能五個人還是多少人 那它可能就是學生五個人 然後再加老師一人剛好六人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它真的必須拆班 所以它有時候 它應該沒有辦法一般全員到齊啦 那這部分當然就是 就是以學校一科系來公告為準 另外一個部分呢 是公立大學跟學院的部分 就是如果之前所提嘛 都大部分是線上授課 那如果說是純線上的同學 你就是注意你還是要有學籤 才可以在台灣上課 然後這個是公立的部分喔 好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有學籤的話 你才可以避免一些入境啊 或者PGWP的畢業後公籤的一些延伸出來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事情就是有一個特別的部分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像SET的就是卡加利的理工學院 那他呢就是我們有一個學生 他原本是9月入學 然後因為他的課目呢 是蠻多需要進就是實體的部分 所以就會變成說 原本一般錄取可能有30個人 可是呢現在因為實體又有人數限制 因此呢他的課呢就是被deferred 就是被延到明年1月才開始上 所以就是我講這個例子呢 只是讓大家知道說就是其實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但是但是大家也都是在共同克服這個困難 所以就是請大家就是多多的體諒或包容囉 接下來題的話是簽證的審理時間的更新 那學簽的初辦的話是4週 然後學簽研簽的話是66天 哇真的變快很多 因為之前真的最多有120天左右 然後再來IEC的話就是無止境等待 然後觀光研簽127天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大概到這裡 那如果說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或者說有什麼建議也可以跟我說 我們的話呢平常就是都會固定一週一週更新 那如果說有遇到過定假日的話 可能就會先暫停播出 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我們更多訊息的話 我們也會在粉絲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嗯好那今天就先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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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ira